开始 这啥大折啊 还是甲山呢 这个盆景啊 张老师看这个容嘟嘟 张老师认的容嘟嘟 毛容容 暖呼呼 招呼 死的 一点都不看法 人家看就不看 你可能不看得下不看你不满 我 这挑哪知道你好坏啊知道啥材质啊 牌子 牌子呢 你看看这个垃台这个又是这个东西的 割垃台的 原来这个就是那边是割咖啡的 或者割酒的 书柜可是这么放的给你打开了 有古典古典古典文献 哎呀 看主要是金色金灵 你怎么了 人家注重 有钻石 没有 你看这个垃台又是这样的 像个胡似的 张老师 你直播的你 你就都把这些画 都录进来了 你看我这拿东西画什么的呢 一个呀你拍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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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得拿吗 再来那个东西 它是 你看这个这个 你看看 这个挺特殊的 看出来特殊来了吗 你几块木头的谁不知道 看后边 这后边有枝草 嗯 我来看看 会不会 知道咋整吗 它这边能倒下应该是 这是古老的一个 就是它这个能应该是这么样可以倒下来 对你这边那个大坏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看这个 它这个是里边跟外边 它有个结构 那边一躺 它就能啪一下打开的 看一看这个 这就是人家 就比方说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的 人家制作的这种躺椅 还可以收回来的 这是又一种 壁画 它能折叠这壁画 嗯 像窗帘的似的 告诉你材质 我那床 床不用看了 看床底下 你把孩子装底下 你老是忘了那些细节 张老师 人家 温切斯特小镇的时候 人家是把孩子装底下 你看这是装孩子的吗 张老师 嗯 是装孩子 哈哈 啊 装那个 背后啥 什么 白天时候装你去 晚上拿出来 他才不会干大事呢 那笨的事差那么大 那里边还有高雅的 那你别进去了 别进去了 这个卧室设计的就是高级的 看上来这个 这啥呀 这是怎么像是印第安支鸡林呢 这怎么像是印第安支鸡林呢 太棒了 放了 谢谢 凌亚